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欺负导演上瘾 对待粉丝高冷的王一博 缘和能够成为4000万顶流 王一博的微博粉丝已然突破4000 以小编这种超过10以内的加减法 都要求助火柴棍的智商 不得不求助了万能的计算器 得出一后面是8个0 千万后面是7个0 岁用14亿除了以下4000万 得数为35 即每35个国人中就有一位小摩托 如果除去冒蝶老人和蓬头质子 这个比例将更为可观 从2019爆火的2000万 到跨上一大步台阶的2020的3000万 直至2022的4000万 王一博以火箭般的速度 成为内于无可争议的顶级明星 但是反观王一博这一路行来 能够助他登顶的两股重要力量 导演和粉丝 好像在库盖这里并没有讨得什么好果子吃 手握生杀大权的导演们 成为王一博演艺路上的各路 贵人们 在王一博这里 好像不仅没有收到功倍相迎之类的礼遇 反而屡屡遭到 欺负 还是蓝忘机的时候 当时的制片人杨夏小姐姐 就被王一博的一个皮条 抽得胳膊上起了一条火焰衫 101的导演 就被这位身穿紫衣涂着眼影蹲成一小撮的 小导师 一边扣着小手手 一边一字 一顿清晰无比的当面 欺负 我要告一下 我要告导演 火锅局时 认为导演的传书有诈 火锅阴矮的香气也没有阻挡得了王一博对导演的 欺负 拧着脖子 逼着导演发誓书信里没有猫腻 天天向上 水上游戏环节 不仅直接戳穿导演 让大老师扛齐的企图 更是直接掉转枪口 一把水枪子的导演嗷嗷叫 街舞舞里 一个漂亮的飘移 更是直接将王小胖甩飞进了水里 就此 王导演成了内娱历史上第一位 骆汤姬导演 导演如此 那么粉丝们的境遇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呢 毕竟 有粉丝才会有流量 才会有商业价值 可是看看王一博是如何重粉顾粉的呢 小编不妨随手举一例来看 乐华十二周年采访 当记者诚意满满地问王一博 你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 此语一出 估计屏幕前的摩托们都挺直了腰板 只冷起耳朵 准备接受一场爱的洗礼 结果 王一博淡淡地说 没有什么想说的 此一句 不知在当时就闪了多少人的老腰 至于其他的 粉丝们都耳熟能详了 比如 是你们不懂 无语 更是实称放话 你们不要喜欢我 你们喜欢别人就好 怎么样 不用小编再举什么了吧 可是问题就来了 欺负导演上瘾 面对粉丝高冷的王一博 却收获了导演们一致的五星好评 更是得到粉丝们珊瑚海啸般的奔赴 以致成就四千万的高台 和解 盖音以下四字 敬业和纯粹 复制者 地量 其力所能制而从事焉 莫子的这句话的意思是 聪明的人 一定先估量他的能力 能否达到那个高度 然后再去做好这件事 就小编的理解 是一个有报复有追求的人 先给自己设立一个理想事业 然后竭尽全力地去实现 这种对自己目标的权力奔赴 小编愿意将其称为 敬业 尊敬自己的职业 热爱自己的职业 并且最终成就自己的职业 作为两届街舞冠军 傍身的王一博 就其街舞事业而言 他无疑是成功的 但即使如此 仍没有激留住他前行的脚步 他一面以自己25岁的年纪 不遗余力地为街舞 培养选拔人才 使得街舞成为一种 可持续有生命的技艺 一面连横团结各路各国 街舞大神 使得街舞在交流互通中 越加具有影响力 作为顶级舞者 推广大使 他不负使命 作为队长 他带领团队 一路披荆斩棘 而作为一名舞者 他从始至终 都将自己对街舞热爱 灌注其中 为了凸显队员的特色 他可以利用15分钟 完成一个他 之前陌生的五种的学习 以及磨合 打到画镜 他不仅为团队的分而喜 更为自己学有所获而悦 可以说 正是王一博对街舞的敬业 让我们感受到街舞的魅力 从而认可街舞走进我们的生活 像小编 就是因为 从王一博的一朝一世里 感受得到 他对街舞的前景热爱之心 从而受到感动 燕尔也喜欢上了街舞 现在 王一博的重心 无疑转向了大迎平 他同样以前景之心对待镜头 对待他所塑造的每一个人物 比如 拍摄蒋仙云训练一幕 导演原来是安排替身的 但王一博坚持亲自上场 并说 如果不能实际感受蒋仙云的苦难 又怎能表现先被舍生忘死的精神 所以 我们才看到与叶泥江四剑中 匍匐前进的蒋仙云 也才会有出征火炬照耀下那璀璨的回眸一笑 拍《冰与火》里 为了表现人物险恶环境之下 最真实的反应 王一博穿的小衬衫站在几乎零度的气温里 被大雨一顿浇灌 所以才有了花絮里导演眼含热泪 围动得哆嗦成一团的王一博披衣一幕 他热烈 为了真实在线 头转 这一高难度动作 王一博戴着头盔 一次次倒立旋转 又一次次摔倒 再一次次爬起来 接着旋转 这孩子 肯吃苦 几乎是所有和他合作过的人的一致评价 而吃苦背后 一定就是源自敬业而激发出的底力拼搏 而吃常人难吃之苦 一定成常人难成之功 而王一博直率是出了名的 据说是小的时候 因为撒谎 被他老爹狠狠地揍了一顿 从此 他便与真话结缘 他嘴上说的 一定就是他心里想的 他的嘴 只对他的心负责 他可以一句话 把你噎个半死 但你却绝对放心 交托自己的后背给他 这样致真至纯的人 在我们凡人俗事里 尚且弥足珍贵 又何况在嘻嘻嚷嚷街位历来 嘻嘻嚷嚷街位历去的娱乐圈呢 更是凤毛麟角 人先指一拳 别人先指一拳 别把他想得太大 成下了是非 就成不下正事 很多人每天忙忙碌碌 一事无成 那就是对戏之末节的琐碎 关注的太多 米可果腹 杀可盖污 但二者掺到一起 价值全无 做人纯粹点 做事才能痛快点 所以 王一博的成功 从来不是靠的阿谀奉承 或者煽情谄媚 而是靠着自己 对所爱事业的权力以赴 同时 和这样心口相依的人相处 不累 毕竟 人之初 性本善 王一博 让人们看到人性中 最美好的那种赤子情怀 最感人的人间烟火器 拥有了实力的王一博 拥有着纯粹灵魂的王一博 自然就会赢得所有人 包括导演和粉丝的尊重与喜欢 四千万对王一博来说 是一个标志 同时又是一个标签 他告诉我们 一个人 踏踏实实 认认真真勤勤恳恳 本本分分的做事做人 那生活一定赠之以山海 亏之以疯癫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